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茶花女》一书中有句名言 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 做金钱的仆人还是主人 反映出人的两种钱品 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品格 人活在世上就一定会与钱打交道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和钱脱不开关系 俗话讲,金用火事,人用钱事 每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 就能折射出这个人的人品如何 偶然一次散步 路过一间小餐馆的门口 看见有大概五六个中年男人 从餐馆里走出来 老板跟在后面一直喊 麻烦哪位结一下账 而这几个人却都装作没听见 后来老板抓住一个走得慢的人 要求付账 那个人才心不甘 情不愿地买了单 这种吃完饭指着别人买单 还有一道买单的时候 就装作上厕所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可见的 也许他们为自己的小伎俩沾沾自喜 可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 身边的朋友都不见了 大家对他那是有多远就躲多远 亲情、友情、爱情中 对待金钱的态度都能体现人品 能够用金钱来证实的事情太多了 在朋友们的聚会中 总有每次请客都从来不出钱的人 当父母兄弟姐妹遭受了困难 也有从来不肯拿出一分钱的人 还有一些 是在结婚和离婚的时候 总是和对方斤斤计较 想尽一切办法 多得一些财产在自己的名下 这样的人有如此的钱品 人品能好到哪里去呢 网上曾有一些案件 一个女子经介绍 与一个河南籍的农村男子相亲认识 双方相处一个月后 女方答应嫁给男方 但是提出药材里三万八千元 男方同意并转账给女方 得到钱后 女方以各种理由 拒绝和推诿与男方见面 并拒绝接电话 后来被男方以诈骗彩礼 起诉到法院 被法院依法制裁 这样的女人一定平时也是懒惰不堪 不努力挣钱 还偏偏想不劳而获 就选择旁门左道 通过不合法的手段 获取利益 她想得很美好 以结婚为理由 欺骗他人的彩礼 可是 别人不是傻子 谁会任由她伤害呢 最终 她也是要为自己的自私狭隘 投机取巧 付出代价 用法律的惩罚给自己买单 钱品不好的背后 多半都隐藏着一个人 人性中的劣根性 钱品虽然不能说明一切 但是足以看清一个人的人品 曾经被网上看到过的 一则故事震撼 一位年轻男人的父亲 本来负责一个工程 但在完工之后 却将巨额的工程款弄丢了 之后 他因不敢面对工人们 而一并不起 没多久就去世了 面对父亲欠下的巨额债务 这个年轻男人 二话没说 承担起了全部的债务 并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还清了所有 一个年轻的男人 在如此大数目的金钱上 他选择了勇于担当 不推卸责任 用自己的二十年的时间 去偿还债务 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 让人不禁感动 这样的人是重情有爱的 也是值得信赖的 不用多言 这些曾经是他父亲的工人 都紧紧地围绕在他的周围 大家都心甘情愿地 要和他一起干事业 有些话不必多说 你的钱品已经说明了一切 有人说 这说明这个年轻男人 还想继续维持人缘 做事业 这样的原因不可否认 但是 人生在世 人过留名 艳过留生 有些人的钱品 就和功利无关 想到浙江一位高龄老人 因为企业遭遇困难 欠下了 两千零七百七十万 巨额债务 当时的他 已经有了八十岁的高龄 很多人都劝他 干脆申请破产算了 因为这样就可以 不用承担债务了 但是老人却态度坚决地说 做人是要讲诚信的 钱是一定要还的 于是他卖掉工厂 两套房子后 还了两千万 还剩下二百七十七万 他就在街头顶着寒风 摆摊赚钱 最终 在他九十岁的时候 终于还清了全部的债务 这就是第八届 道德模范候选人 承信奶奶 陈精英的故事 陈奶奶如此高龄 不可能再会东山再起 然而 他却毅然决然地 承担起了所有的债务 让多少事前如命的中年人 羞愧不已 面对巨额的金钱 就用钱 张口和我老公借了一万块钱 我老公觉得平时关系挺好的 也没想太多 就借了 连借条也没有写 但是借钱后一段时间 就一直不太联系了 一开始 我老公觉得 他可能是在忙家里的事 没多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家里也要用钱 我老公就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还钱 可是 电话不是不接 就是关机 微信也被删除了 为了不还钱 人竟然失踪了 不得不说 你就算再缺钱 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对待借钱给你的老朋友吧 朋友之间 能借钱给你 就是出于信任 所以 按时还钱 主动还钱 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 这点钱品都没有 这朋友 真是没得做了 这样的人 眼里看重的是钱 没有朋友感情 没有原则 这样的人 真的没有必要交往 有人说 那如果真的到了还钱的时候 没钱呢 女友小丽 有一个同学 两个人很要好 也认识很多年了 有一次 同学向小丽 借了两万块钱 小丽出于同学感情 没有犹豫 就借给了她 约定半年还钱 后来到了还钱的期限 同学钱不够 但她主动找到小丽 先还了一万块钱 并说明了 未能全部还清的原因 她还告诉小丽 三个月后 一定还清 并且约定 会按照银行的利率 把利息 也同时还给小丽 小丽觉得自己 也不着急用钱 再说 借钱的时候 也没提利息的事情 就告诉同学 不用着急 三个月后 同学果然连本带利 一起还给了小丽 而且小丽发现 同学在借钱期间 省吃俭用 连一件新衣服都没买过 就是为了能如期还上钱 这样的人 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并且懂得感恩 是很值得交往的 而那些一到还钱就哭穷 并且永远都不能降低 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人 还是远离为妙 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 人品如何 借一字钱就看清了 不要给那些借了你的钱 却不能按时还你钱的人 找借口 他们之所以不还钱 真的不是因为没安好心 而是他们压根就没有好心 欠账见人心 还钱见人品 人的付出要给对的人 不要让自己的付出 毫无价值 钱品及人品 想要看清一个人 看他对金钱的态度就知道了 钱品好的人 人品一定好 而钱品差的人 人品也一定不会好到哪去 面对金钱的责任 不遮掩 不回避 该负起的责任 就努力去付 这样的人 人品一定不会差 而一谈付钱 就躲躲闪闪 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永远都自私不厚道 那请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吧 因为他不会是什么好人 如果你对一个人心存怀疑 拿捏不准 可以用钱来试试他的人性 因为钱品就是人品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跟着我一样的感谢 谢谢大家 第一个资料 description 我来 费 费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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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